大家好啊 今天我录了一段视频 就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北京这个事情 现在他要跑到这个这个广州去了 看什么陈词烂调去 据说他是来中国谈什么人权问题 我就跟这个特鲁多我就说一句话 特鲁多先生您父亲呢 在1972年啊 那时候作为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 那年我出生 我知道你父亲那时候在当政的时候 加拿大群众就把你父亲身上扔烂西红柿 说你父亲缺德不是好东西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的时候 我亲眼看着你 特鲁多先生 把那白琪文纪念奖章给了李克强 你特鲁多不知道这奖章应该给谁吗 我问你特鲁多先生 你在加拿大议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议员给你起红了 你刚才的鲁莽和不礼貌的行为我看了一惊而出 人们为什么给你起红了 后来我看到一个漫画 说你和共产党蓝金黄黑金交易 出卖老兵的利益 是这样吗 这是你干的吧 你现在跑到中国来谈什么人权 我跟你我现在面对全世界的人民群众 我说 作为世界的人民 你世界的公民你加拿大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 共产党的二奶村 暗昌的投机点 暗昌卖淫的地点 妓女成堆 暗昌妓女流氓成堆的地方 你加拿大是什么呀 你加拿大现在已经快成妓院了你知道吗 作为我们这样的受害人 具有国际影响的受害人 你特鲁多访问北京 你为什么不到我所在 我的家来看一看 我是怎么遭受中国共产党迫害的 你谈什么人权呢 你连人道主义都没有啊 你连人道主义都没有 你谈什么人权啊 你知道人权的基础是什么 是实行人道主义 连人道主义都不能实行 还实行什么人权啊 你谈什么人权啊 你那白球人计算奖量应该给谁啊 啊 我说是为什么当年 加拿大群众望你父亲 身上扔烂西红柿呢 你父子俩没干什么好事吧 你跑到广州干什么去啊 我就在北京呢 我为灾民呢 需要政治庇护 我到你加拿大政治庇护啊 你加拿大人是什么 已经什么样了 二奶村暗长云集 妓女流氓 加上你的法轮功邪教 法轮功邪教你 你加拿大人总有正常的智商吧 李洪志人犯的 你加拿大人不知道吗 李洪志和共产党合照伙来贩卖人体机关 你加拿大人不知道吗 你装疯卖啥 装什么呀 你加拿大人骗谁呢 你啊 你懵谁呢 你啊 你谈什么人权呢 你连基本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你都连人事都不干 你谈什么人权啊 你穷比我什么呀 你啊 上一回说新加坡那 加拿大那个大使馆那弄着有华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是不是申请向加拿大政治避难 我他妈又问着 你还又问我呀 我他妈帖子都递到联合国了 联合国难民署都已经收到了 他敢说没收着吗 我都看见了 你他妈连人道主义都没有 你搞什么人权你啊 为什么议会的议员起哄你啊 哄你干什么呢 装什么呀 你来一趟中国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呢 你这一趟飞机多少钱 你自己套是怎么着 法洛工是贩卖人体器官的人贩的你不知道吗 你加拿大人装什么傻你啊 你养那么多二奶妓女暗娼干什么 我现在对你加拿大人真是另眼相看 你这个国家的人可真他妈了不得 九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在那开机院 窝野千里壮秀的河山 壮美的河山 你加拿大人拿这么片美好的土地在那开机院 那么多他妈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女人在那耍流氓 一大堆二奶暗娼 人犯的贩卖人体器官的 你还来什么中国共产党谈人权 你来对我这个共产党迫害我的人连人造主义都没有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我遭受共产党迫害到这种程度 你连到我们家来看我一眼的这种心情都没有 你这加拿大政府总理怎么当的 你当什么总理啊 你下去完了